插播一下 我赶快来叫金燕姐分享一下 因为金燕姐最近有大收获 我觉得一定要叫她分享 好来赶快来分享 三分钟哦 然后这个是插播的 好那因为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 那必须要跟 要要这个法布师才可以 然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间要穿得这么美 好刚刚好 小安排 人家都是小安排 我是随便排 都没有通知我 说今天晚上要分享一下 三分钟 我就这样讲这样讲 都三分了 好再见哦 是这样子啦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礼物 大家都在讲礼物 应该我也是讲一下 三分钟而已 那个我是这样子啦 我这次我们不是十月分 十月二十六二十七这个时候 那我就心里面就定了一个数目 我这个 二十六号我一定要买多少 那二十七号我一定要买多少 那我这个买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我买这个票的时候 我买这个票 比如说我要一个一个来找 就是真实的 我不是要拿来倒数量的 就是说那个人 就是要真的叫进来 新人都进来 这样子 我是这样想的 那就不知不觉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订单 我们的那个A5小姐 在三更班内还跟我传 传说我们这个新的车台 订单有四个柜 有四个柜要进来 那就这样子 不知不觉 这个月呢 总共就是在这个柜子里面 就有八个柜 那就是这样子 就是巧安排 刚刚他也说 也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那就是这个 我们在超级生命码里面 没有什么 那个就是认真的修 你用心的修 他就会进来 那你要 这个接引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老师一直很紧张 因为天地就这样子 一直叫我们说 要去做 要去做 那要去做是怎么 因为真的是天地 真的是很紧张了 那我们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做 所以我也一定要做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感恩大家 那希望我们下一次 再有八个各位 这样 可能觉得会有 因为上一次 我们去美国见导师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讲 那个真的是巧妙的意外 因为最美的意外 为什么 去见导师那个礼拜 就是完全没有的 就是突然间 去到第三天的时候 突然间那一天 那个金业姐 又接到那个单子 而且那是额外的 就突然说 那个业务就说 多了老板 老板娘多了四个货柜 然后我们就赶快跟导师讲 结果那一天 那个妈妈就当场在那个美国在那边 金业姐就在那边法布施 你知道吗 导师说 金业哪是这四个 他以后是四十个 所以啊 我们就是坐着坐着 就是天地都会巧安排 那刚刚金业姐没有讲到 我们是在制工饮前 一两天然后收到 他就接到四个货柜的订单 因为我们就是有设定 制工饮 我们要赶快要大家 几例邀约多少人 而且我们要把大家 就是努力的带上去 因为每个人都要提升 那在制工饮后的两天 他就收到这个 呃四个货柜 所以这个全部 都是在他的所有订单 额外的这个增加出来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最美的意外 好 那